我問一下亮哥 就是說如果俄烏戰爭已經快要結束的話 那為什麼習近平現在傳出來10月份 可能會跟澤倫斯基見面 還有就是說呢 西方媒體還有這個美國的副國務卿康貝爾 他直接又再指控了 中國你對俄羅斯在這個烏克蘭戰爭當中的支援 所以你才得到莫斯科的回報 那回報的是什麼呢 金融時報報導指出 中國最新的096型的彈道飛彈核潛艦 就是在俄羅斯的協助之下開發的 尤其是在使推進系統靜音上更是如此 那個習近平可能見澤倫斯基 對 是香格里拉軍事論壇 烏克蘭前副外長講 坦白講沒有人相信 因為你去想一想嘛 他要怎麼見面 因為習近平大概10月22號 大概要去參加金莊會議對不對 那之後11月要去巴西 要去秘魯 秘魯是APEC 然後巴西是G20 責倫斯基哪有時間去中國啊 習近平哪有時間去烏克蘭啊 所以你一定是某個國際的多邊會議上的會中會嘛 那他們會在哪裡碰到 唯一的機會就是G20 G20烏克蘭去也是很怪啦 我說實在啦 基本上人家是在談經濟 基本上不太會去碰俄烏戰爭啦 那普京哪不敢去我也不知道 因為普京去年南非就沒去 而且現在戰爭還沒結束 你去巴西還是有可能碰到一些安全上的風險嘛 而且我認為喔 中國大陸如果沒有辦法判斷美國的態度啊 他不會去啦 比如說這個是最高級別國家領導人 我怎麼知道你美國怎麼想 你美國在選舉 那我跟你整個事件面能幹嘛 那豈不是好像要進入俄烏和談這樣 可是美國沒有表態 你烏克蘭能做主嗎 所以我坦白講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只是烏克蘭在丟 訊息啦 那希望促成 所以或者是幫自己加一點底氣啦 知道自己守不住了 說也不是就是 再跟俄羅斯說中國也在意這件事啊 所以我覺得是政治動作 政治動作 那至於這個 中國跟俄羅斯的軍事技術的合作 這個早就傳開了啦 因為如果是這個核潛艇的技術 得到俄羅斯協助啊 那這個是很大的協助啊 因為俄羅斯在降噪啦 靜音這方面的技術是 確實是在全球是領先的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意味著 中國大陸大概也要對 俄羅斯表示一點善意吧 那那個項目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事實上去年喔 就傳出普京到中國的時候 有帶禮物過去啦 聽說是帶 他在烏克蘭戰場上 收集到的美軍裝備的參數 那個時候傳出來就是 海馬斯火箭系統 反正就是 烏克蘭戰場上有使用 那台灣有買的 那時候傳出兩個東西啦 一個是海馬斯火箭系統 一個是愛國者的防空飛彈 那這兩個俄羅斯都有面對嘛 那尤其是海馬斯火箭系統 這個後來美國媒體的證實啊 就是常常遭到俄羅斯的干擾 然後失去準度 那那個時候就聽說 普京把這個參數帶去送給了習近平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喔 俄羅斯其實 一直想穩住 他跟中國的關係啦 而且那個時候 普京還講了一句話 說中俄的軍事合作 沒有上線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訊息傳出來啊 而且被金融時報傳出來啊 因為金融時報跟美國的國安單位 挺熟的啦 我覺得我認為應該是真的 那就意味著 中國大陸可能未來還會 還會有 幫助俄羅斯的其他的動作啦 可是一定要在俄羅斯戰爭結束之後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不能給他武器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隨便講 俄羅斯希望 從中國買一些東西啊 可是我現在不能幫你啊 因為俄羅斯戰爭還在打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中國對俄羅斯的那個 回應就會開始出現 但是亮哥哦 這個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也直接說 他有強調中俄的夥伴關係不是針對第三國 如果真的面臨來自於美國的威脅 那我們兩國可能會聯合起來反擊耶 沒有啦 這個都是政治化啦 因為 因為中國大陸是不結盟國家嘛 所以他當然不能夠說我跟俄羅斯結盟 而且俄羅斯現在還在作戰啦 我覺得中國大陸只是沒有制裁俄羅斯啦 然後沒有提供 軍火給俄羅斯啦 這個是蠻清楚的 可是因為他並沒有制裁俄羅斯嘛 所以就 俄羅斯還是有很多東西都是從中國買的 就是這樣 那事實上制裁俄羅斯本來就不是多數國啊 大概只有48個國家對不對 所以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中國跟俄羅斯事實上是在 對抗美日同盟動作越來越多啦 比如說海空的聯合演習啊 巡航啊 會去阿拉斯加啦 會在日本海啦 會到關島啦 這個蠻明顯的 然後他們大概就會把它解讀回說 因為你美日安保一直在擴張啊 那我們要做防衛啊 大概是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繼續問一下帥將軍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國防部 在中秋節呢 之前他們說 他們現在呢在庫斯各地區 已經讓烏克蘭呢 節節敗退 他們最後一定會完全被逐出 就是說俄軍在庫爾斯克發動了 這個大反攻是有效的 然後呢 最近有一個 一個消息面是這樣的 這個我們在戰略高地也討論很多次了 美國到底給不給 常 給不給就是美國的這種 遠程的導彈呢 到底給不給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匿名人士透露 美國可能會先開放烏克蘭使用 英國的暴風影飛彈 還有法國的同型飛彈來打 為什麼呢 我們就覺得美國很奸詐啊 他就是怎麼樣呢 我自己 我美國的武器先不上 你們先上啊 這個一枚一百萬元呢 理由是英國法國支持這一項舉措 但仍不允許使用美國的遠程武器 為什麼 美國就怕被俄羅斯報復啊 會不會針對這一點 普丁就認為你美國就是有參戰呢 反正現在俄羅斯已經定調了 你北約就是有提供武器 你北約就是有 有一起來打我啦 帥將軍你怎麼看 首先我今天講庫斯克的問題 庫斯克俄國要反攻 道理很簡單 就將來和談的時候 你不要想拿你佔我一塊地 換我佔你的地 這個議題跟你連根拔掉 對 你那個也只有 你原本打的算盤 你那個算盤我就跟你一把抹掉 然後洪軍生那邊攻下來 更多的土地 你不要想拿來跟我換 這是基本心態 大家先搞清楚 第二個 批准遠程武器 這不是很好笑嗎 極力主張烏克蘭要打的是你美國 你美國多的是這個遠程武器 怎麼叫這些兄弟先上呢 你們看到這裡面有個什麼契機 我告訴你 川普叫的 American Great Again 這是所謂美國的Grand Strategy 就是國家最大的國家戰略 它最大的國家戰略是什麼呢 俄歐戰爭可以消耗俄羅斯 的確到現在是消耗了俄羅斯 第二個也削弱了歐洲 因為你歐洲削弱差不多 你只有對我美國俯首稱臣 我言聽俱從 所以你現在讓這些歐洲國家去惹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對你的報復也會反感更深 那你是不是更要依賴我美國 我跟你講前幾年北約已經快要解體了 大家都快快樂樂去賺錢嘛 對啊 誰在那邊打仗啊 對 俄羅斯戰爭一打北約復活 滿血復活 美國割韭菜成功 對 它這個割韭菜是小的 我跟你講大戰略是什麼 我所有的敵人都被我掌握住了 俄羅斯被削弱了 歐洲也削弱了 歐洲削弱更依賴我 然後我才能集中全部精力打中國 對 要對付中國 所以這個戰略歐洲 為什麼 20年前歐洲就有想 有了錢以後想脫離美國的控制 最有名的就是法國嘛 法國跟德國曾經想主張建立歐洲同盟軍 歐洲的武器發展 我到德國跟法國參觀過它的兵工廠嘛 那個時候都有在搞第四代第五代的飛機 都在搞了嘛 那後來還是因為賺錢第一 美國保護得很好 所以國防工業就停下來了 對 所以現在歐洲已經被削弱了很多 因為歐盟跟歐元體制也是世界三大 金融體制中間第二大的一個體制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美國搞歐盟快要分崩離析了 就沒有一個團結一致的歐盟敢跟我美國 討論或者是不聽話 所以這個東西大戰略不是 是對外不方便講的啦 它只能講 美國是最大的歐盟 How to great 就是單級嘛 它就是要霸權嘛 它就不容許第二個多級 雙級跟多級出來嘛 那競爭雙級的只有中國啊 所以它真正的目標是中國 對 現在玩的遊戲是 削弱了第三號敵人 拖累了第二號的盟友 他就可以掌握這兩塊 全心全力對付中國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戰爭 打得現在奇怪咧 你美國也拍了東西去 還要限制這個長的不能打 那個打短的 只能打這邊不能打那邊 對 那因為製造歐盟跟俄羅斯的仇恨 因為俄羅斯的口出 任何話 歐洲都感覺到威脅 對 它怕啊 對不對 二次大戰的陰影還在啊 所以這個問題啊 這個策略是很厲害的一個策略 對啊 美國的策略叫做什麼呢 歐洲還有俄羅斯呢 我的敵人都變弱 美國人又變弱了 這就是美國的戰略 你們都變弱 感覺起來我就滿血復活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肤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肤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